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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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了白汁 有點煩 有點煩 字幕提供 我歡迎打 有 翻地 這個 Hypernova 好像是這樣子 總之就是Hypernova 好像是這樣 上次 不是上次 前幾天 就有兩人 朋友 就總結了那間 搬運公司 在阿洛的房間搬走的東西 好像是一樣 整間房都是火把 好像是這樣 我們不要理他這裡 聽說他又欠我的數字 哎呀 掉了很痛 還沒爆 還沒爆 好 聽說是不是拿了入獅人 好像是沒有的 應該是 算是追阿洛的數字 不要理你 是不是 不理他 不要理 隨便 我今天 其實呢 這個禮拜都做了一堆東西 就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 我想 是不是遲些可以做一些 系列性小說 短 project 那類 還是 又閒一些 這些瓜 我不知道 可能兩位都可以 不過隨便 這個 有少少東西給大家看 話說前幾天阿洛做了西瓜田 這個就是阿洛的heist room 這個 詳情大家可以看回阿洛的影片 不過呢 我們來看下西瓜田 好奇進來 看看現在看到什麼樣子 結果呢 就已經整間房間 變成了西瓜哭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裏 拿那麼多西瓜來 神經病 我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我也不知道 不過 隨便 這裡有西瓜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OK 他看的樣子 很瘋狂的要西瓜 他不知道做什麼 不過隨便 不要理他 好 大概這個位置 是這麼多東西看 不要理他 純粹給大家看一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變成了整間房間 西瓜 整件事很神奇 不過西瓜 遲些可以拿回一些 做一些傷害藥水 有些用的 傷害藥水有什麼用 一會再跟大家說 大家記住 我們可能遲些需要傷害藥水 一會大家再看為什麼 對不對 那另外 不是 那些前言的intro 有些什麼更新 就講完了 現在講一下 就是做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競技派這兩條路 對不對 雖然裝修了很久 這兩條路 不是 這條路裝修了很久 不過 這邊 終於有用這條路 就是 這條路是沒有弄到的 雖然不漂亮 那就是多了一個坡圖 在這裏 後面 這裏也有一個坡圖 就和這個綜合大樓坡圖 非常之近的 這個坡圖 那這個去哪裏呢 就是萬眾期待 十萬個人 已經說要建的一個坡圖 那這個呢 就是去 1.7傳送門 這個地方 或者是煉城鎮 就是煉城鎮 就是這裡 再直接一點 這個坡圖 是連續稅局 和回收中心 對不對 那 這個標誌 還在這裡 好像挺有型的 最主要是 連續稅局 和回收中心 和這個1.7傳送門 我覺得建在這裡 會比較適合 建在這裡 中間就比較奇怪 對不對 所以呢 住在這邊的 居民門 就可以有一個新的坡圖 可以打用 這個坡圖 我覺得都方便 也不算很遠 也挺近 那用這個坡圖 其實就去不同地方 就好像比較方便 一點 至少你想有綜合大樓 去1.7是方便很多 對不對 那就是這個坡圖 其實後面也有條路 但是這裡 現在什麼都沒有 其實給大家看 都是浪費的 大家都是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還是不要管 那就是 那就是 競技拍坡圖 後面多了一個新的 這個1.7傳送門坡圖 然後連接了 整個坡圖的網絡 非常之好 整件事 OK 那這裡有很多喪屍 不知我不停進去這個 這個 這個綜合大樓坡圖 可以推多幾隻 啊 啊 綜合大樓坡圖 快點 玩在對面 玩在對面 不去 麻煩 麻煩 是不進去的 不算霸了 有時候 這樣 OK 可以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 不過就是 另外 這邊我忘記有沒有展示過 不過其實也有展示過 如果沒有的話 有的話再看多次 對不對 因為這塊東西很漂亮 那就是 上次呢 就做了這個 二期商場坡圖 是不是 好像展示過坡圖 上次 好像上次沒有說過 不過這邊 就沒有說過 這裡 有一棟樓 叫做樓 其實就 一個 我想是大堂 那一類 就 在這裡可以製造一條 有點型 有點型 好像說過 這邊 之前上次做幾個木踏 那個 不過這次就 展示過實物 好像就是這樣 那 挺有影響的 這個 另外 加了門 現在就 封回夢牆 所以夢牆跟這裡 好像有點不好 有需要再改 或者其實 不是 我覺得這樣OK 就是 有一點點變化 都OK 有沒有 好噁 都OK 那最主要就是這邊 其實 一眼就看下面 就是下面多了個 這個花園的位置 就多了一點立體感 其實呢 我打算可以再向下多一格 就是這裡 這個花園向下斜一格 就是這邊是低一格 就是這裡的尾是低一格 就是這裡的尾是低一格 就中間慢慢斜下去 整件事就 會比較多一點立體感 3D 是不是漂亮的 3D 整件事很帥 還有 放我的科斯人像也好像很帥 那這裡就連結這條梯 上次是沒有東西 因為大家記得 上次這裡是我們最挑一顆地獄石上來的 現在呢 就多了這一部分的花園 雖然這個位置也沒做好 這個位置就 遲些再做 應該有人做 或者大家有什麼意見 可以留言說一說做什麼 那我想法就是 不如可以加個攤位那些 就像中央公園那些 好像沒有看過中央公園 沒有帶大家看過 遲些可以再去看看 總之有些攤位那種的東西 都可以的 我猜可能可以放一放 應該可以吧 希望可以 隨便不要來 另外這條梯也照舊 這條梯也照舊 這條梯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整件事 上到來 這個 綠色的抽葉園平台 照舊都可以 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這樣叫 因為那邊那個商場 我是喜歡叫抽葉園 因為是整條街 所以這邊也是這樣叫 不過現在整件事多了 很綠化 這邊還沒做過 這邊還要做一條電梯上來 剛才大家看到了 那 整條梯上來 下去下面那層 然後出發去上去 不知道為什麼有船馬 這個門就去商場 而其他都說過了 對不對 不過最主要是上面更新了 多一點裝飾 和花花草草 還有 這條路 做好一點前門 後面還沒做好 所以打算搭橋去對面 但是還沒做好 還沒做好 遲早再搞 那 那 這些 建設裝飾部分 都差不多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要大大的看 就是 剛才是說起傷害藥水有什麼用 那 現在要說 就是做一個新的Blaze Farm 那 就 有點遠了 所以去到對面才跟大家說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由於做一個新的Blaze Farm 這個傷害藥水非常有用 可以一次隊伍一大堆Blaze 對不對 那我們去到對面的時候 那邊 就給大家看一看 整件事是怎樣的 OK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呢 就 我跳 咦 到了 那整件事 非常之快 我們應該這樣說多幾句 不過 我們非常之快 就到達了這個 不知道哪裏的地獄要塞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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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不過隨便 到了 就讓大家看看Blaze Farm 這個Blaze Farm 其實我們已經到了才 還有大件事 有條路 就好幫大家 要來的 一定可以認清多些 不過呢 其實呢 我打算遲些 就整個正式的路 就是不要走這些 你先 整個好型的傳送天橋 整個大條自己做的 應該會做吧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遲些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應該不會 OK OK 這個Blaze Farm 在這裡 講一講這個 運作原理 其實呢 這個Blaze Farm 的設計 就是參考Mumbo Jumbo 的影片 它有條影片是怎樣做 一個非常簡單的Blaze Farm 亦是非常有效的Blaze Farm 大家可以去 看看 下面的Description 希望我又放出來 沒有自己去搜尋 就好像是這樣 都幾簡單 但這個也不算太複雜的Blaze Farm 對不對 OK 我自己覺得 那呢 講一講要怎樣運作 其實 但我自己加了一點點 首先呢 就 這裏spawn的Blaze 對嗎 不要打爆它 請走出來 然後大家看到 就一層就好像流流一樣 我們玩一個好一點的角度 剛才的黃島 但呢 先找一個好一點的角度 這裏 呃 外面打到紅石 看不到 有沒有地方去少一點紅石 看不到 看一看 這邊的邊 怎樣看呢 這裏是 不是 還是什麼都看不到 算吧 已經封死了 因為安全的問題 所以呢 都是由上面 越好一點 這樣看下來 大家看到其實是一層一層的 對不對 就是這裏最闊 越來越窄 到最底有三乘三 這層 對不對 這個呢 就是被Blaze spawn出來之後 就會自己走到最底那裏 然後呢 就有些活塞 大家看到 其實最底的就是壓力板 來的 你看不到那種 就是壓力板 對不對 這個是Block 下面這個 這個Block 是有壓力板在上面 當Blaze在這裏 壓力板之後呢 就會有活塞 推它到最底 有一個一層一的洞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給你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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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這樣 看到壓力板 很清楚是壓力板 然後是否有一個一層一的洞 只要Blaze踩到壓力板之後 就會被活塞推到下面 一層一層一的洞 黏性活塞 所以很怪 這顆Block 這顆 這顆 和這些Block 後面有一個黏性活塞 可以把Blaze推下去 到下面 一層一的位置 就可以把Blaze收集好了 之後呢 就拿一拿去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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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暫時 這條路我們都沒有說 是非常之 是熔熔爛爛的 純粹是用到就算了 這條路 不過呢 遲些 就一定會做回 靚靚仔仔 一會再說 什麼計劃 怎樣做 OK 順便給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就是呢 壓力板 壓力板就是在這個 這個 垃圾石 的Block上面 你踩到壓力板之後 這樣 可以拆開題目嗎 我不知道 應該OK 嘩 嘩嘩 哭出來 為什麼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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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哭出來 生死必緣的 大家明白嗎 剛才浸完Nava之後 我們剩下半格心就死了 哭出來 幸好有著裝 如果是死給你看 再次證明 這些東西真的不滿 我差點忘記了 那個contraction是怎樣 差點死了 我還要奉勸大家 寫下 他把紙錄 究竟變成什麼 好危險啊 這個東西 我忘記了 不過 隨便 我其實差點材料 我要一顆石櫻 不過呢 我 剛才懶了 心想 石櫻 應該是直接滑算吧 這樣好像比較快 快手方便 這個是 這個是 不是 我要這個 我要變成石櫻 拿一顆來 麻煩 OK 這樣拿一顆石櫻 應該到處 挖石櫻 幹什麼鬼 不要理 挖一割開它 這個石櫻 就幫你做一個 comparitor 這個比較棄出來 我 垃圾英文 comparitor 是什麼 不要理 快快吹吹 123 快快吹吹 弄好它 神經病 剛才差點死 弄好 如果死了 真的哭 夠了 不要理 ok 弄好 comparitor 那放下這些東西 這些石櫻 看樣子不可以被打 拆不開給大家看 應該是 不過呢 我們要維修它 總之類 不是 總之 咦 為什麼這裡是雀 有 有 雀是對的 不要看錯 看錯 總之這裡有壓力板 壓力板 踩進去之後 就會關掉 這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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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這顆 這顆 打開這顆 不要問為什麼 總之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應該明白 這個關掉之後 這個就開了 然後這個開的時候 就會給我能量 黏性活塞 就會推個block出去 彈走 最底層 不 這裡要一直哭 哭出來 就會進去這層 一成一的洞 裡面 剛才說到這裡 就會 來到這裡 然後 我們就可以夾死 這個blade 夾死的blade 很簡單 首先就是 開啟了這個按鈕 開了上面的藍色玻璃 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藍色玻璃 這個就是防止blade 就彈回上面的格 不只是 防止它彈回上面的格 接著就夾 夾就是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按到開了什麼 其實我是不太明白的 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就是按了按鈕之後 就會 我記得這個 這個應該打開 這個打開 OK 就會去到這個 的repeater 就去這裡 然後經過這裡 我看Mumbo Jumbo的影片 就說這個是一個中 這個活塞 不是一個comparator clock 剛剛可以扣到 是給你19格拳 19格拳 不是19個心 19格拳 就是9個半心 應該是這樣 我記得之前有人留言 什麼 一格什麼鬼 那些 我是分開 如果有多少格拳 我就是說20格拳 那 多少個心 就是10個心 不要管 總之經過這就是comparator 但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是work 總之是work 我真的不知道不會 認真 知道為什麼有人可以解釋 或者下次再看一看 下次再看一看 就解釋給大家聽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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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隨便 一打一扔就一大堆 照舊都是那一句 你扔上去之後那一刻 如果拿著Looting劍 你就可以掉多很多Blaze Rod 應該遲些會放一把金的Looting劍 甚至放一把木形一點 或者金也可以 之後就可以收多很多Blaze Rod 這個就是開關控制有沒有Blaze 現在是沒有的 安全起見就沒有 然後給大家看看下面 上面剛才打到Hopper 收集Blaze Rod 有些煉鹽乾 然後就可以在下面拿到 為什麼會有呢 不知道先拿中 下面就做一個附魔室 做緊的附魔室 雖然很暗給大家看看 看不到啊 整件事很黑 不知道 總之這裡就有六甲空間 去放一些書櫃 和中間放我的附魔台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外面就有一個 有Anvil Anvil贊助Blaze Rod 然後後面也是洋蔥B 總之有些人贊助 不記得了 好煩啊 總之UY和洋蔥B也有贊助一些東西 好像是這樣 沒有了嗎 好像沒什麼看 這個不關 這個箱子就不想其他拿了 我拿了算 不要管了 大家可以在這裡 刷經或是刷飛鎖 都完全沒問題 非常開心 如果找到這個地方 你就來吧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是哪裏 但不想在影片裡說出來 免費 免費 又是不小心弄壞了機 可不可以 不過隨便 這個東西非常棒 我還是不明白這個部分 怎麼會用 算吧 講回這個燈鍵 Blaze 都會因為是光到去生 所以就加了這個燈鍵 這個就和Mumbojum 沒有了有點不同 它本身那個 就是用一顆鍵 去告訴你 不是 用一顆鍵 去控制開關的 用回紅石的東西 那些 circuit 電路的東西 不過呢 我這個 就是低科技的 簡單一點 它那個 就用一個Tift Flock 就是什麼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 就是你按一個鍵 可以轉做開 然後再按多次 可以變成山 那 我就用一個 比較原始的方法 直接用Lever 算了 很頹目 不過不要管了 那我這個Lever的做法 就是純粹 它在上面鋪緊活塞 那就裝上熔岩 如果關了這條線 這條線開的話 開還是關 不記得 總之 總之有些東西看 不是是開 開了的時候 就會阻止熔岩 流不著下來 那Blade會開始播 例如這樣 例如 現在是關燈了 我們去開燈 打開燈 打開看 差不多完 開啟才不再跟大家說一些計畫 其實呢 剛才就說這個位置要裝飾 一來要做好條路 做好帥 去走也走好一點 那二來呢 就是我想在外面的外圍 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這裡有確保的框之類的東西 就是我想做一隻巨型的Blaze 去裝飾整個Blaze 好像很帥 所以之前問UI 就買了一些硬黏譜回來 不過就遲些再搞 希望下個禮拜有些東西看 這個真的希望下個禮拜有些東西看 大概是這樣 應該是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就開一開這個按鈕 關燈 那就應該由Blaze去Spawn 不過有一點注意 大家如果想在自己的World用 就要走近一點才會Spawn 因為下面殺Blaze的位置 就是由於那個位置遠離 那個Spawn太遠了 所以那個位置是不會Spawn的Blaze 所以在上面跨方的位置 例如這樣 就可以看到那些火怪 就生出來 就慢慢掉下去 你這個陷阱裡 而死 看一看它究竟會不會掉下去 是還未有得看的 它會自己走下去 那非常之好 詳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MumbleJumble的影片 今天就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的原理 不過它還沒什麼問題 是不是 那 聽不懂的 觀眾 可以看 大家看到 那 那 大概這樣 掛十幾二十萬分鐘之後 不 我記得是14分鐘至15分鐘 你就可以坐到30 所以都很快 那大概 好像是這樣 今天這部的Blaze Farm 講解完這個地方 希望下一集回來 就有Blaze 去圍實整個Blaze Farm 我只是希望 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及 做得及就有 做不及就有 做不及 如果下次的影片 不是說這件事 大家也知道 做不及了 但是這樣 今天要說的東西 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今天要說的東西 就差不多了 順便 我不知道 扭頭機有沒有Blaze 如果有的話 我想買個 我想抽個 如果有的話 這個我想 隨便 給我隨便 面移 價錢面移 也是那句 差不多 所以今天要說的東西 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